哈喽小伙伴们 云边的小花叫成来咯 我们准备好深蓝色浅蓝色白色还紫色画天空 然后白色还有薄荷绿画海水 接着就是用粉色系来画这样子的一个花 看到了吗 不同的粉色还有黄色画花蕊部分 接着用深绿浅绿画叶子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准备好代号小号的刮刀就可以了 那接着的话呢 我们第一步先拿出这样的浅蓝色 把这个背景分成两部分 就是天空部分还有水面的部分 轻轻的给它平涂 然后把云的位置给它找到 在找完云朵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背景天空给它横向涂抹一下 涂的过程当中 接着再用一下深蓝色在上面去叠加一下 接着再拿出这样的一个紫色 其实有点点淡紫色 在这个蓝色基础上呢再去叠加 叠加之后呢再来一点蓝色 让这两个颜色有一点浑色的处理 接着我们拿出白色 从下面开始往上渐变 直接横向涂抹就可以了 先涂抹 涂完之后我们用手指头去给它涂抹一下 就是让这个颜色有一种相容的感觉在里面 涂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的天空就差不多搞定了 接着的话呢 我们拿出这样子的一个蓝色 再给它边边上补一补 补完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蓝色 在它最上面 让它紫色有点变化 好 这时候再来一点点紫色 在蓝色的下面 让它有种用银层的感觉 好 这时候我们拿出这样子的一个薄荷绿 薄荷绿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海水给它涂一下 涂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拿出这样的浅蓝色 在上面就叠加 压之后 叠加之后呢 我们拿出白色 把这个颜色给它过渡一下 就是前面的话呢 会稍微浅一点 好 这时候拿出蓝色 再后面过渡一下 然后我们直接给它涂抹 这样的海水呢 它就会有前面浅一点 后面深一点的变化 这时候我们在海水最前方 来点这样的一个橄榄绿 把这样的一个草地 给它表现一下 其实就是这种草的感觉 用手涂抹 从下往上去涂抹 这样的话 让它有深浅不一样的变化 好 这时候呢 我们拿出白色 铝花蜂白色 转着去画这样的云朵 在画的时候呢 要白色要稍微多一点 让它有这种厚厚的 那种层次感在里面 接着我们再用小刮刀 给它压一压 这时候呢 再用小刮刀 把这个水面上面那种 涟漪的那种感觉 纹路给它表现一下 画的时候呢 就是转圈圈 这样子去刮出来就可以了 因为当时我在想的是 这个水边边上有波纹 是因为我中间的话呢 要给它来一株 开满小花的这样的芝芝 所以的话呢 就是让它这样 有一点点小变化在里面 所以在画这样的波纹的时候 要记住了 就是你要给它概括的方式 表现出来 用刮刀的方式 把这种油画棒 表面的颜色给它刮掉一些 好 这时候呢 我们用刮刀 给这些汁 给它表现出来 这些汁的一个生长方向 它从水里面慢慢的长出来 然后在云朵的后面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拿出 绿色的油画棒 把这个月子给它刮一刮 刮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用这个粉色 给它刮上小花 不同的粉色 在刮花的时候 要注意了 从外往里面去刮这个小花瓣 这样的话呢 可以更好的控制好 这个小花瓣的形状 好的 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继续 把它这个颜色给它刮上 刮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要把这个两边的直胶带 给它撕掉 撕完之后呢 我们把云层往外面去延伸一下 紧接着的话呢 我们这时候就要继续 把这个小花 还有叶子之类的 要给它点缀点缀 好的 接着我们就拿出 这样子的一个小毛笔 去把它的汁 给它找一下 找完汁之后呢 我们拿出黄色的油画棒 把花心部分给它 就是按压上去 就搓成小球球 往上按压就可以了 这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近处的 草坪上的这样的小花 给它刮一刮 大家有发现吗 我草坪上的这些小花 其实颜色会比较淡一些 跟后面的话呢 会有一定的对比关系 前面的浅一点 中间的那个水里的花 颜色深一点 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对比关系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小花 就搞定了 喜欢的姐妹 赶快去尝试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